开车 我是林信平 我是一位市场艺术表演者 驾驶座真的不是我们随便 全忙的人可以坐上去的一个位置 我蛮期待能够透过AI的自驾车 可以让我带着家人去玩这样子 国外包含美国跟中国 已经很多自驾车团队了 为什么我们自己还要做自驾车 第一个从重要性来讲 我们应该要发展自驾车产业 它是一个高度软一体整合的产业 也是未来很重要的产业 第二个从一个开车的角度来看 其实每个国家的开车文化 都或多或少不一样 那我们台湾比较复杂 如果我们要等国外帮我们做呢 我们不知道要等多久 好 我们一定要自己来 自驾车是近年热门话题 许多车厂纷纷投入资源研发 技术差异从部分辅助驾驶 到完全无人驾驶都有 我们现在一般人熟知的自驾分类 有六个级别 目前为止我们团队认为 Label 4就可以造成很大很大的 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革命的一个 一个突破了 对啊 尽管自驾技术建趋成熟 但是许多人仍然不放心 把生命交给一个 他们不了解的AI手中 AI会不会有个走一段 它开车的技术 这个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这个东西是最佳化过的 但是因为我们这边全部都是 AI跟电脑来去算 所以我们是可以很精准地 去控制这些所有的细节 坐在AI车上你就会觉得 它的稳定性是比较强的 不带情绪的 可是人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人有情绪 你知道 可是一发生什么 就开始骂人的时候 你就乱了你的那个逻辑思维 可是AI没有情绪 这是一个让我们整个开车环境 变更好的一个很重要的 对 的一个因素吧 很庆幸是在有生之年 这种AI人工的自驾车 往这样的一个成熟性发展 也许真的会圆了我的梦想 对 对